台新闻的独家报道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疫情期间大家都很依赖网购或者是外送 不过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 彰化有名陈先生在网路上买口罩 日记到货日期却迟迟没有收到货 查询原因原来才发现是疫情期间 封村封路让他直呼好无奈 而另外一起呢是外送乌龙哦 这个呢是台中有一名点餐外送员 接到订单按照地址前往 不让人都抵达现场了 他跟客人就是看不到彼此 两个人就在路口通话昏首长达20分钟 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客人定位错误 明明人在桃园三明路 没有想到定位成了台中三明路 现代人消费习惯改变纷纷在网路购物 但张花一鸣陈先生在网路上购买口罩 却迟迟没有收到货 说货运公司原因竟然是 看看货运公司的回复单 迎疫情管制封村封路请见让 陈先生看了傻眼 台湾自从疫情以来 那时候封过村封过了路 理由太牵藏 根本就活在平行时空 我家住室又不是很难找 其他物流都找得到 为何只有他们家不行 实际怀佑陈先生家附近 就在张花市区知名阿障肉园附近 道路狭小蜿蜒 但使用手机导航 一样找得到 我们这边很好找 没有他们都停在外面 然后跑进来 是没有这么离谱啦 应该是说假如是大件的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徐汶货运公司客服人员表示 应该是货车进不去 加上快递人员赶时间 选错了回复项目 才会搞出乌龙 你在哪里 我没有看到你 我说我在那个 那我是在他们的路 外送乌龙还有台中一名外送员 日前交订单按照地址前往 但人都到了 不管怎么喊怎么挥手 就是找不到人 两人就这样在路口 通话挥手长达20分钟 是客人 自己没有顾虑到 那个地址的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路 都会一样的名字 崇德路 可能台北又崇德路 原来是客人定位错误 明明人在桃园三名路 却定成了台中三名路 忘了笑称 还好没做白宫 20分钟赚了370元的餐 早中晚宵夜都包了 其他外送员也分享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曾经在台中 借过远在后山台东的单 奇葩送餐经验 笑导一对网友 接下来从网东山 台中草木岛 吻在这是命令去 莫名之后 能够好